116 《文匯報》 張俊勇 換局長好事不應一謀論 2015年7月27日香港新聞A 10 《文匯報》信 記者鄭志祖 特區政府人事變動引起全城熱議 在一個論壇上,有講者認為特首有完全的權力去調動其班子的成員 有助在後政改時代為特區政府換上一番新氣象 並呼籲公眾加以支持及以平常心面對 不應提出太多陰謀論 在昨日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上 經民聯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中華總商會會董張俊勇指 特首完全有權力調動局長人選 而此舉在後政改時代是一件好事 例如區議會選舉在職 由本身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柳剛 將說出入民政事務局局長會有更好的協調 希望社會各界、公眾不應再花時間就此喘測 更應予以支持 金文峰、新局長表現差特首須負責新聞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金文峰在同一節目指 更換局長並非特別的事 例如在英國大選前 執政黨也會透過更換局原來鞏固票源 大家不應有太多陰謀論 並相信特首兩真應已就此時作出考慮 因爲若新局長表現欠佳 特首也須負上政治責任 台下的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發言指 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在北京會見民建聯訪經團時 並無提及更換局長一事 會認為社會應已平常心面對今次事件 及讓新任局長有發揮的機會 由指張德江委員長呼籲要他們支持特首依法施政及集中發展後政改的經濟民生 有讚揚梁真英不小善政於港人港地、零雙非政策等 另外,在節目舉行期間 有外國團體包括保衛香港運動等到場抗議 批評論壇主持人謝志豐偏頗 他們在場外大播中國國歌 又趁謝收錄前向謝志豐送上花圈 更衝上前包圍港台 甚至走上台阻礙他與一眾嘉賓拍攝 不單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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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單致